公司 公司 貪污測征 有點少得來 我停失水報為合力措 廉政公署成立初期 處理大部份都是公營部門的貪污案件 做了八十年代, 香港經濟起飛 有關私營機構的貪污舉報數字 也隨之上升 由八零年的五百多宗 升到八九年的一千三百多宗 升幅足足一倍又多 情況令人關注 針對這個情況 廉署推出系列的防貪廣告 提醒工商界的朋友 千萬不要忽視貪污的破壞力 你公司有職員買貨的時候 要向人收取回用 對方不會這麼笨, 自己貼錢 不想貼錢, 就把貨價提高 就令你公司長期賣貴貨 賣賣賣, 公司又賺便虧 不是蠶食公司, 是什麼? 公司發展得好, 當然值得自豪 但是, 假如有些僱員探戶 你只當是小事而不聞不聞 損害就會越來越深 馬上採取行動 否則你也會成為受害人 公司貪污, 後關無控 這次招牌不在, 公司玩完 老闆的當然是血本無歸 但是打工的, 千萬不要以為不關自己的事 以為貪污是老闆賺不到錢而已 怎會關我的事呢? 其實大家搶同一條選 公司讓人貪污 無辜的同事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家公司去年賺二千五百多萬 今年也差很多了 工資也沒得加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為了賺好處 連賜貨都收 是不是公司出現了問題 讓人有機會假公制私呢? 制度不不不亂, 都沒人管的 貪污令公司損失嚴重 採取措施, 何止貪污 請職致電, 廉署防貪資深熱線 我一個做會計師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商譽在會計學上來說 要算作公司的資產部份 他還說有商譽就有商機 聽起來挺有道理 不如讓我們請客 經常說商機無限的陳美律先生 跟我們聊聊天 看看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商譽是怎麼找出來的 公司為什麼會有商譽呢? 最主要是自己的品質 控制服務的態度 最重要是貪污和商品欺詐的行為 一定會影響商譽 貪污最主要是將成本上升 令公司的利潤會減少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是破壞了 我們做生意 商機一次都不想放過 但是最重要是對付貪污 半次都不能夠容忍 貪污這些不見得光的交易 一旦都嫌太多 千萬別比貪污座大 香港, 星座有ICAC 看完以上的片段 就明白到維持商業競爭力 以及保持香港作為一個 重要商業城市的地位 是需要大家同心協力, 打擊貪污 以保住香港公平競爭 以及反貪典犯之刀的金漆招牌 下一集的經典廉政廣告片再見 再見 拜拜